《扶貧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釋放香港》節目 我是羅瓦玲 我們今集的主題叫做《七一要上街》 我今天請到吳施玉珍女士 上來做我們的嘉賓 吳女士一直都很關注城市規劃 市區重建 她屬於HK重建關注組的成員 近年都非常活躍 這幾天 我們又見到吳女士在很多場合都有出現 事源就是我們的政府近日 有一些很不合理的舉動 令人非常擔心和憤怒 包括一個選舉的替補機制 這幾天就在立法會討論 上個星期就有一個公眾的諮詢會 公眾可以上去發言 我見到吳太也有上去立法會發表意見 那我就想問一下 吳太這個叫做替補機制 究竟有甚麼問題令到你這麼不滿呢 這個問題就是影響到全香港的選民 但是有很多選民都不知道 我不明白 那我就在這個事件我很關心 因為她這個替補方案 就是那個政府說要去搞這個方案 那個理據都不是一個這麼明智 和不是一個正當人和一個合理人的 說出來的一種方案 因為她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提出來的原因是甚麼 她說是因為五區總辭 那些人搞事 所以政府就說我要來堵塞這個漏洞 所以就要來做這個替補方案 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你是一個高高在上有權 你是管理整個香港的 而你是用這些理由說 要改變一個方案的 簡直是一個很小家 簡直是一個小器人物 簡直是深空窄到不得了 而且是不顧大局的人 而這個方案有甚麼問題呢 她就說怎樣倒閉呢 她就說是要 如果每一次有人自動辭職 死亡 或者是因其他的原因 坐牢或者是任何的理由 而要離開她這個席位的時候 就由她當時這個選舉的時候 然後那個票數的第二名 得票最多的人來補上這個位 這樣這個就減少要用公帑去做一個補選的情況 但是這個問題很大 因為譬如我們每次選舉的時候 都是只可以選一票 但是她說替補由下面那個補上來 即是說當時期的那個第二名 應該是個落選的人來的 而落選的人可以坐上來的位 覺得很不恰當 然後她還要宣傳 告訴市民 就說 以後你們選舉的時候 除了你選那個之後 你還要想起 將來有個替選的人 你要想起替選的人來選 所以當日我做了一張選票 問林瑞麟 我問有一個叫曾特壽的人來做候選人 有一名林公公的人來做候選人 然後有一個孫綿羊的人來做候選人 我的手只有一票 一剔的 我就問 我喜歡孫綿羊 因為她喜歡睡覺 所以我剔了她 你叫我預備選另一個 我哪有剔來選另一個 當日我就問她 你這個方法 我怎樣可以行得到 根本是做不到 但是她竟然在答覆我的時候說什麼 她說 你便選孫綿羊 然後第二個便叫你的兄弟 你姐姐家人 家人便去選另一個 真的 但是因為她回答我的時候 我不可以再問 她的時間已經是斷了 已經是當完 我就變了是覺得 蛤? 即是第二個不是我選的 然後她替補說有多少個 總之是 譬如第二個又死了 林公公 便輪到第三個 曾特壽上了 我去哪裏找這麼多人 來選這麼多個 有時那些選舉 可能會有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我去哪裏找這麼多人 來這樣選上去呢 還有就是 我們每個人是一票 我雖然和我的弟兄說 但我的弟兄 她不喜歡選另一個 她是喜歡選孫綿羊 我怎麼可以勉強別人去選另一個林公公呢 沒有這樣的歪理 是吧 所以其實這個政府的腦和理念 是很歪理 然後她是要用這些歪理 來壓在我們市民的身上 所以我就覺得很反感 和很惹怒這個政府 所以我出來 我就是要去反對這個 替補方案 還有這個不止是你們的選舉權 其實她這個方案 即是說她還會剝奪你的選舉權 參選權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當孫綿羊 我選了她 她又病了 她又不能做事 我可以再選其他人 再來的時候 我可以去選 不是只有曾特壽 林公公 我可以參加選舉 你又可以去參加做候選人 但現在她說 第二個就是林公公 即是說你又不可以去參選 我又不可以去參選 你又不可以被人選 我又不可以被人選 根本就是她這個選舉 她完全是剝奪了我們市民 以前在97年前已經有的 以及97年後到現在 還有因為條例還未通過 我們的選舉權 被選權、參選權 完全是剝奪了 所以我真的很憤怒 尤其是在今天的時候 是 今天 似乎我也有個感覺 就是我們的政府 就是歪理治港 是 而且無論你們有多少人反對 我知道那天在立法會 其實有很多市民、學者 那些上去發現 都是一律反對這個機制 但是她似乎說在議會裏面 數夠票就可以了 理得你們反對 今天再辯論的時候 一群泛民議員 其實是離場抗議的 但是竟然 林瑞倫局長 就說這一群議員 是辜負了香港市民 我想究竟是誰辜負了香港市民 根本就是特區政府 辜負了市民 所有這些高級的官員 還有那些憲制派的議員 還有那些功能組別 都是辜負了市民 就不是今天出來要離場抗議的議員 那些議員才是真心真正為了市民服務 因為他們為了我們去爭取我們應得的權利 但是外於這個議會的架構 就令到他們很辛苦 為我們爭取得很辛苦 真的很激氣他們 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走出來 為我們每個人爭取這件事 其實選舉權一向以來都是我們一個基石來的 我們一直都擁有這個權利 無論是區議會、立法會有任何的出決 有人病逝或者有人辭職 我們都是有這個選舉的權利 為何今時今日要在這個時候剝奪了我們這個權利 我真的不太明白 而且他似乎是想盡快通過這件事 不讓任何市民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有甚麼辦法 在立法會你們就上去了 已經講了一整天 有幾個市民上去 一一五 一打十五個? 我不是講了很久 是的 每人三分鐘 就由早上九點到六點 那天我雖然自己講了三分鐘 但我都是由九點一直到六點 因為我真的不捨得離開 為何不捨得離開 我要去見證這群豺狼和魔鬼在搞甚麼 我自己經常有個想法就是 我們納稅人其實就是交稅 就出糧給這群官員 為何我們會出糧給一群 是剝奪我們權利的官員 很悲哀 我覺得我越看香港的政治 我越來越悲哀 一群保皇黨 一群功能團體 壟斷了議會 此處已經夠了票 完全不聽市民的意見 最近又有一個討論 就是關於網絡自由 吳太太似乎都有參與這個討論 你可不可以講講給我們聽 我現在想補充剛才的問題 好 因為這個權 替補這個方案 有一道重笑話 他就是所有民選的 立法局議員 以及區議會議員 以及剛剛新設的區議會 大的功能組別的人 就是用這個方案 但是傳統性的功能組別 就可以補選 為何這些東西不是一視同仁 是選擇性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惹怒 其實究竟我們將來 是否能夠真的有普選 我們現在越來越懷疑 似乎政府 好像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收窄我們選舉的權利 究竟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真的有普選 我現在真的看不到前景在哪裏 我覺得會有的 不過可能未必是我這一代 但是我現在都努力 為了我下一代去走這條路 是 為何他們要收窄呢 因為他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如果其他市民 沒有選舉權利的時候 各種事情都由他們控制 等於我一直關心 最初由自己的環境旁邊 而我關心到九成強拍的條例 為何有九成強拍呢 就是剛剛英政府離開香港 剛剛那個叫做臨立會 臨立會裡面 就是有整大批功能組別出來 就說收樓很麻煩 有些死了的業主找不到 即所謂的重建都不行 所以在那時候提出來 就這樣 臨立會就是那些臨時人 那時候是一些憲制派和功能組別的人 就去了這條例 而民選議員是不在當中的 那時候就是九成是嗎 是的 其實去年是把九成降到八成 是的 在九成裡面已經有很多受苦的人 我們就接觸到他們 一起跟他們經歷那條路 一起抗議八成 要跌到八成 但是很多市民覺得不應該 還有很多民選議員 都覺得不應該是這條 因為你那個法例 即其他的條例 未曾去堵塞九成的人受苦的情況 你不應該說 甚至有人說不如遲一年 都不行 都是要立刻說 這一個都是功能組別 和憲制派民建聯 但是民建聯那些說話很好 他在表面上 在議會上又告訴你 不好的 或者什麼 或者不如做些什麼 但都去按制 就是按贊成票 然後這一點 令到大財團和政府 政府包括市建局 就是搶我們市民的財產 然後為什麼我要 今天這麼出來說這些題目呢 因為他一直在 減低我們市民有投票權的時候 那個議會裡面 就更加少這些 我們民選的議員可以發聲 就有 那些既得利益者 就會更加用他們的權 去掌握我們那些 無論是思想、財產、地、自由 就會將我們枯死了 所以我覺得很淒涼 然後在今天 你就知道那個議會上面 就是民主派的議員 要離場去抗議 因為我剛剛出來之前 就聽到新聞機 就是 吳可兒 就是 自由峰的主持 問他 你走出來 就發不出言 不可以阻止他 吳可兒就說 根本林瑞玲就說 不怕你們 因為他自己已經數舊票 還有他覺得 自己在裡面也說不到話 因為一群人都是同流合污 沒錯 我一群人都是同流合污 你說有多悲哀呢 還有 我很希望市民 你們知道這些事之後 真的親身出來 遊行、示威 因為只有我們人民 願意集在一起 才可以令政府改變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今天是三號風球 是 下雨了 然後令我想起 八九 六月四號 那天凌晨是 八號風球 中國大陸的政府 就 吩咐坦克車進去天安門 將市民 即是大陸的精英 那些大陸的精英 就淺死了 當時我們很憤怒 立即召集出圍園 其實當時我也有出去 我記得很多市民 冒著大雨 連傘都不大 一直被雨淋著 就去到新華社門口 當然我也在現場 其實你提醒 那種感覺 那種政府藐視人民 藐視市民的權利 那種感覺 其實今天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而這件事是正正發生在我們眼前 我們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就要各位 你們出來 七一上街 向這個不仁不義 假仁假義 的香港特區政府 說不 不要接受它那些不公義的條例 加諸在我們的身上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再講講 網絡自由的問題 好嗎 好的 又來到第二節的《釋放香港》 吳太 除了關於替補機制之外 近期政府有些舉動 似乎想限制網絡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最近的討論 我見你也有參與 你可否說一下 究竟問題在哪裏 其實區議會選舉指引 要網絡議員的時間 在網絡上 跟固有的無線 也要受這個限制 但問題是 因為網絡的自由 不是發牌制度 很多這些人 根本不是發牌 你怎會限制 在Facebook 很多事情都是在網絡上發生的 對 我們現在的節目都是上網看的 對 還有 還有 那些機器 未必是在香港那件事 是在外國的 你怎樣實行 這件事是外國發給你 你根本是實行不到的 所以他沒有說到實質是怎樣去離定 所以他根本沒有實質的時候 市民不知道怎樣去犯了他 普通市民突然被他説犯了 不知道 但問題是最慘的 是沒有實質 因為現在政府利用司法 其實警察都有選擇式的指控 譬如憲制派 是他喜歡的那些人 犯了 就算我們別人去告他 等於民建員那些 他請別人去選舉 在車上應該不說 但他在車上又宣傳 馬上叫別人去選舉 有人去投訴 不過律政司說不受 但到了剛剛的補選 就在南區那次 司馬民選舉那次 是那個年輕人在拆水 扮東西掉下去 但警察立刻來拘捕 知道因為是葉劉那隻馬 就立刻來拘捕司馬民 根本你去拘捕 去執行那個人 都是一個選擇式 所以我們市民就很不安全 你去選擇是很不安全的 而且你根本是 知道嗎 那次我就去這個會議 很多人反對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 也有很多專業人士在說這件事 然後 那個馮華法官說 他不太清楚 不懂的 但是他在下面 幫他寫書 那些年輕人 沒有理不懂就在那裡笑 在那裡笑 即使根本就是 他的下屬可能不知道 但是不知為什麼 下屬和上面的 上面的東西 明知那些東西不適合他 都是去推行故 不過是我們政府 高官都是這麼歪理 所以根本就是 激死人 是一根本就是歪理 所以 所以說明我今天 就去 今天是最後一天 就是 6月22日 在這個網絡 他說要規範的東西 最後會 遞交這個信 我就遞了一個反對信 給他 吸了印 收了我的信 他們也正在做資訊 是嗎 最後今天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這個節目 你要去的 你可以在網上再發給他們 我想截到12時吧 好 謝謝你 然後 我有一天 6月20日 6月 有去聽一個討論 很緊急 有一個討論 這個更厲害 不止網絡自由 這個叫做 惡搞問題 什麼惡搞問題 譬如你聽了一些歌 那一段介紹就是 那一年他們要我們去選舉 即是說 喜鬧喜鬧 原來有人說超錯 原來超錯 也是等於惡搞 都可以把你立造刑事法 然後 譬如有些歌曲 有很多作家作對歌 你用來惡搞 用來諷刺一些東西 他們說 別人的原作者都不告你 但是政府可以去告你 嘩 這麼厲害 你說現在這個白色恐怖 真是非常厲害 言論自由 創作自由 這些是我們人權的基石 怎麼可能這樣限制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現在變成這樣 現在政府是藐視我們市民 市民即是人類 根本他們當我們不是人 他們不尊重我們是人 這個感覺 很悲哀 他們當我們是奴隸 很麻煩 說下另一個話題 我們接下來有三場選舉 今年有區議會選舉 明年立法會 還有我們會有一位新特首 對於我們的政制發展 究竟我們何時會有普選 我們一路爭取2012年 然後一路走一路走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何時會有普選 其實吳太你覺得我們香港 現在面對的處境是怎樣 我覺得現在香港面對的處境 真的很淒涼 真的很淒涼 剛剛在上星期 我參加了一個由30會舉辦的 我們期待的政治領袖是列一 當日這個會邀請了葉劉淑儀和余若薇兩位議員 立法局的議員上來討論 一個論壇和我們市民可以說話問話 有一個市民問葉劉 你現在覺得香港的民主在97回歸之後 和以前殖民地的事情 你覺得有甚麼不同 葉劉就回答我們 就說現在其實回歸之後 我們的民主真的比以前英政府好很多 好很多 是的 當時也有人說你究竟是以殖民地的前期 還是以殖民地的後期 他就不直接回答 他就總是說他自己以前公司怎樣 以前的上司是甚麼好惡的 我們下屬這樣 但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退步的 余議員他就在那裏有提 他就說以前立法局的議員 在97年前是可以提交私人草案的 給立法會去討論的 但現在是不可以的 即使說根本就是在立法會的層面上 都是倒退了的 然後更而知是今次這個替補方案 我們市民不可以再去選舉一個離職了的議員的席位 根本就是倒退 但葉劉淑儀議員他竟然說是有進步的 即是我覺得很唏噓 然後有一點就是 人家就問這個政治領袖是要怎樣的 葉劉淑儀也有說 領袖和這個議員其實都是有需要 聽一些市民的話 例如當日就是加煙草水 他說當日投票的人有人贊成 有人反對有人棄權 所以不少不少都要聽市民的話 然後余議員就回答 做一個領袖 其實是要有一個毒胃的眼光 是有一個前景的 你是要有一個清晰的 帶領你的市民走向一個更加好的境界的地方 是對一些市民提出的意見 不是能夠帶到他們去更加好的境界 我們是不聽的 即是都不需要聽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前一陣子在這個預算上 就說派六千元給市民 當時其實有很多個討論 就說你在房屋、在教育、在醫療、福利 那麼多樣東西不做好 沒有一個長遠的政策 但是反而就是隨便去派六千元給市民 這樣做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亦都辜負了其實 是辜負了其實市民對於政府的一個期望 他們沒有任何的承擔 當然有一些議員 之後就整天拉了一個貼紙出來 例如說成功爭取獲了六千元 下一向市民派六千元 但是這樣是正正反映 其實那些議員究竟是否真正為市民做事 因為其實是好像拿彩一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其實市民議員 我應該說是議員 他究竟是否很好為市民 去鞭策政府做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的 我便會感覺到 有時那些議員 即是現在說為他們爭取六千元 為他們怎樣怎樣 其實或者派錢給他們 其實我們一個政府 一個議員 我們不是要派錢去可憐市民 我們現在是要製造一個環境 令到市民可以自己自立 可以去養到自己 可以繼續生活得更好 這才是真正的政府 為何少欣少衛這樣派錢給他們 好像乞丐一樣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接受 因為我覺得你令到我可以有個機會 讓我在這個社會裏面 能夠發揮我的長著 每個市民發揮長著 他們可以自己養自己 自己為自己的將來更加好 而可以有機會去更加好 這才是真正的政府 是的 我覺得公共資源的運用 譬如我們爭取了小班教學很多年 爭取福建居屋 建多些公屋 有醫療 我們爭取了這麼多年 這些事情 政府都一直沒有做好 然後走來派六千元 都不知道可憐 或者派給所有人都派 即大富翁又派 去移民幾十年的人又派 根本它是胡亂使用我們的公堂 我們納稅人的資源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上次真的很憤怒 但竟然有一些議員 會拉Banna出來說成功爭取 我覺得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希望 我們社會繼續有進步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一路爭取 特區政府的特首 給我們一人一票去選他出來 沒錯 所以我們今集的題目 叫七一要上街 其實有一件事我很欣賞吳太 就是她很積極地走出來 講出她對於政府不滿的看法 我也認為香港市民真的要突出這一步 不可以躲在家 覺得政府做不好 但又不做任何事 香港市民是應該走出來的 而且我更加鼓勵我80後的家長 即我也是80後的家長 我們的後代 真是現在在艱難的情況裏面 因為我們以前年輕 我們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好一點的前途 但現在我們的後代根本是沒有機會 根本現在就是要我們幫他們 去買屋、供屋 或者是很多幫他們 我覺得是 所以如果我們為我們將來兒女可以獨立的話 我們真的不要用時間打麻將 真的出來出街 告訴政府 你不要再這樣 將我們香港的市民來得魚肉 沒錯 我們出一見 好多謝你們 謝謝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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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